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每年一开始最忙碌 听众起码给整个环球金融市场的大势 在今年应该跟着因素去做 我一直强调踏入全新领域缩表时代 由原本不正常量化宽松时代 突然转变过来 由超低利率环境突然转变过来 所以有很多意想不到 亦从未经历过的事情 我们处理的方法尤其是分析 亦不能默守成规 跟回方程式和思维来分析 为何我会被上星期的正经揭露 说我和沈大师何小师所说的语别不同 我想我们两个都不弱而同 感觉到有这种情况 所以我们所说的事与外面有所不同 主要是思维有所改变 忙得连应叻都不够时间 上星期五是全中的 记得我的标题 债市跌股市赔藏 美金会先市底后回升 那天是全中了 接着是如何 当然是要两个字 以上结果亦不枉本难 从今年一开始连续整个月几个星期 每天先向观众分析 整个环球金融市场大小的大改变 亦强调整个环球金融市场 从此进入一个大时代 一个全新领域的新时代 而且呼吁大家极有需要以完全斩生的新思维 新策略、新思考、新分析、新应对的态度 更加要大胆捨弃或博士 避免过去几十年以来的 传统智慧既定的古板古老交易方程式 亦排除了旧史的理论 用全新更精明明察秋毫 用逻辑、用心理去猜度 和赏心一层将每一件事 也要将所有现在最多市面上的fake news 在坊间里面说的人云亦云 甚至有些不够班的评语 将其排除老后 否则会觉得非常混乱 有听众在评语栏中说 我现在不懂做了 很混乱 因为fake news和坊间人云亦云 甚至被大财团收买了 在坊间传出信息有利于他们 便感觉非常混乱 正如习近平所说 现在进入了摩登新社会主义新时代 而金融市亦进入了摩登的理财新时代 不厌其烦再说一遍 因为以上思维从今年开始 不知会到何时为止 以上理论100%主宰所有金融资产 包括货币利率商品房地产市场上 不论投资或投机理财上的食工与失败 每年踏入新的一年度 一定有很多金融分析专家 金融研究机构 会在第一周 最迟是第二周 以长篇大论 预测所有金融产品 今年美汇指数会去到哪里 股市会去到哪里 流价会去到哪里 很多这些研究报告 急不及待走出来 只是本来 我用了整个月 一直叫你们忍一个字 不需要急 因为市况混乱 急便会输钱 我用了整个月不急不忙 先和各位分析整个大形势 你连形势都不知 要有形有势才可以 才给新理论 还侧重引字 到上星期五 一个月结束 时机成熟 才点提 债市会崩 股市会跟着跌 利息会升 美金会有机会回升 幸好是在星期五点提 否则错过了那天 今星期才跟你说 已经迟了 有时金融市场的事 所以我经常说 时机是非常之重要的 刚刚星期五出现的事 欺负到好处 幸好 金融市场 美金回升是由特朗普前周五 首先拉开战马 然后由财长在周三 加多一句强调 到星期五还未够 三番四次由Gary Cohn 特朗普想找他做联署局局长 后来才转了POWER 听说Cohn有段时期击乱特朗普 因为他不同意在移民政策上 最重要是他不同意 有一次三级党 他站在白人三级党 Gary Cohn是不同意的 所以转了POWER 这位仍然是特朗普的首席金融发言人 他亦重新说强美元一直是美国国策 由一星期五至下星期五 到上星期五已三人说美金回强 我们不能调以轻心 是否与上星期给你那张 去年特朗普按低美元的策略有些雷同 说完财长再说一次 一直把美元推低 现在似乎有少少这样意味 我不敢肯定100% 每一件事在金融市场很难有100% 99已经非常高 现在的做法和手法有些相同 请大家找回表 我相信指数很快会升到90% 星期五收市是89% 刚刚零多 由88%升到88% 只是稍微升 但根据IMM炒家盘口 主要市场盘口是美金超卖 而非美货币尤其是欧罗 是超卖 更好笑的是市场心理转变很快 在那一晚星期五 比男女关系更离谱 心变就变 便变得这么快 市场大部分评语都不相信联储局 今年会加三次 只是说 有很多人还会给很多理论 说不可能 现在只是一晚 但全部都认为三次 几乎是起码一定 所以客到联储局新局长 立刻声明 联储局会依照既定计划 去加息三次 但他这样说话 我的感觉又有另一种想法 这叫此地无银三百两 你明白了 本能预测一直加息四次 有可能会调到五次 或者仍然是四次 但有一次不是0.25% 而是0.5% 为何呢? 四次很简单 三六九十二 每三个月加一次 这是有序的加息 对吗? 联储局的加息计划有两件事未曾 包括在内 一个是通胀 一个是减税效应 通胀的加息 通胀这件事 去年被耶伦有计划地禁止 不让你们知道 或是禁止 让你们心理上没有通胀 通胀来的其中一个最大因素 通胀是市场的期望 当市场大部分人期望通胀会来 他们会先买定货物价 例如香烟预算案又会加50%税 通胀是否立即买定货物价 通胀最大会上升的因素 是人的心 他一直提醒你们没有通胀 就是不想你们有这样的心 明不明白 现在不是 星期五一夜之内 飞龙就是数字一出来 心已经说通胀会来 更大的因素是减税 减税是人心想快要通胀 人们便去买股票 但现在已经通过了 期望和憧憬一早买定货物价 已经买了 亦反映在股价上 接下来他们没有了憧憬 因为已经来了 所以他们要看看效应会如何 甚至乎现在特朗普用横手 苹果说苹果会运回几千亿 又会在美国车厂 又会请两万多人 到现在都是大迟说 是未曾做 更不用说效应 效应未有 有也是憧憬 市场价格上落 是depend on市场的憧憬 而不是真实的事情 到真实的事情出来已通过了 会市、股市、楼市、楼市 要留意冲景 这是很厉害 我经常说 有些年轻人想进来做 第一件事 你是读什么 我读经济 靠叉 DQ 读心理学 今年还有一件事 你知不知 基建 今年来 去年全年搞减税 今年搞基建 基建是要钱 资金的需求 资金的需求 像建那幅墨西哥墙 很多钱 要建豆腐渣 会使得国库有需要大举发债 根据统计 今年需要发债 去年增加起码一倍 加上原权局不再出来买债 还要等债到期就烧掉 即市面上债会供过于求 即债市会更加崩溃 知识会更加向上走 债券的知识向上走 代表远期的利息向上走 文件短缺 还有两个国家 一路两化宽鬆 得非常离谱的欧盟和日本 亦会在今年契地走得摩 开始他们的缩表行动 先停止买债 跟着美国去年的做法一模一样 三个国家一齐缩表 一齐抽紧银金 还有一个我们祖国 一带一路 需要的资金不飞 当然不会全部由祖国拿出来 那么蠢 即是全球资金会严重地抽紧 亦未加在全球加息的程序上 还未包括在中央银行的银根策略上 即是全球银根短缺 cash is king 即是全球债市、股市、房地产市 全部大崩围 最后记住 你们是全球第一个好处 首先听到以上的谋论 暂时来说是谋论 因为没有人会相信 而通常谋论 好像加利略地球是圆的 但到最后都是成真的 多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